为了让家庭沟通和家务分工不再是难题 南投县政府委托南投县基督教青年会 办理家事分工征途比赛 期待让参赛者透过活泼且开放的绘画比赛 重新思考家里的家务分工是否有可以调整的地方 让家事不再只是家中特定人的工作 而是共同分担全家的事 在近白剑的作品中 选著前三名及家座共17届 参赛者们劳力激荡发挥创意 将对于家务分工的想象展现于画纸上 主办单位特别选在 鼓励台湾工艺研究发展中心举行颁奖典礼 得将者的家人也陪同出席 现场气氛温馨人闹 比赛依国小、国中、高中及社会分作世主 在投入绘画的过程中 副极新颖国高中的学生 对于家事分工议题的论识及重视 也跟着带动家长的参与及讨论 我们这次的作品总共争选了九十几件 在中间我们选出一到三名总共三个组 还有家座总共我们所有的入选作品有十七件 藉由这次的家务式全家式的这个主题 来让所有的民众以及学校的这些同学 他们用他们的创意来发挥 所以我们在今天颁奖看到很多优秀的这些同学 还有我们的社会人士一起来参与这个活动 参加的家长表示 家事分工正途比赛相当欲教于乐 认为无论大人或小孩 男生或者女生做家事应该是全家人共同的责任 让孩子从小学习爱护环境 并从中学习团体分工及互相合作的精神 就是让他觉得说 主要是做家事要大家一起分工合作 要什么差别的 对 就分工合作 就比较和谐啦 就是大家都是一家人啦 就互相分工合作 活动现场并规划有各种表演 市集 禁止DIY活动 集团观正好理等摊位 而在性别实践的摊位前 就吸引不少民众驻足聆听 透过性别机制问答及性评绘本 与话题的介绍 在互动中希望让民众知道 就算是女性也能完成很多事 并多给身边的人尊重与理解 记者陈云志 乔村采访报导